我们都是缺耳朵 绿农农森林里 兔子家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他是兔妈妈索菲的弟弟 也就是四只小兔子的舅舅 他有一身雪白的皮毛 是一只很精神的兔子 嗨,大家好,我叫金金 哇,这儿的风景真好 可是居民们却发现 金金只有一只耳朵 狸猫妮摸瞪着眼睛问 他是受过伤吗 不不,金金天生就这样 索菲有些不好意思 老熊猫查理里想了半天 得出结论 那就是所谓的基因突变 狐狸鹿奇摸着下巴 总之,它是一只缺耳朵的残疾兔 小老鼠妮妮有些别扭的嘀咕 感觉怪怪的呀 可缺耳朵的金金 似乎并不在乎居民们的议论 它每天都快快乐乐地 参观绿农农森林 高高兴兴地和大家打招呼 开开心心地和鸟儿们一起唱歌 有一天,它在路边的牛奶站发现一大瓶牛奶 这是谁的,应该是老查理的吧 他年纪大了,总忘记东西 野猪科科偷偷地描了一眼金金的头 哎呀,真的是缺耳朵呀 柯克忍不住又瞄了一眼 下一秒,缺耳朵金金已经一阵风似的跑了 我把牛奶给老查理送去 远处传来金金金精神抖擞的声音 哎哟,跑得可真快 柯克惊奇地想 金金金还高兴地和孩子们一起玩 也不在乎他那四个外甥 一边玩一边还喊着 缺耳朵舅舅,缺耳朵舅舅 哎呀,他可真有耐心 狐狸妈妈艾雷娜感慨地说 金金甚至和小老鼠妮妮一起切磋舞异 跳得还是最新潮的动作 哎呀,酷极了 妮妮怪不好意思的红着脸响 有一天晚上 金金被窗外的一点红光惊醒了 他用鼻子嗅了嗅 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 着火了 金金跑得飞快 简直比射出去的箭还快 他左右手各拎了一个水桶 向着火的地方冲去 救火了,救火了 大伙儿看见火光 感到很害怕 但看到冲去救火的金金 所有的成年居民都跟着提起了水桶 火被及时扑灭了 居民们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 浑身上下湿答答 黑乎乎的 尤其是金金的那身皮毛 完全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绿浓浓森林的居民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假期结束 金金要离开绿浓浓森林了 居民们举行了一个特别的送别仪式 他们按下自己的一只耳朵 一起对金金说 再见 哈 现在大家都是缺耳朵了 啊 缺耳朵